这个是问车股的 这个是Jerry来的 Jerry Chan 他说车股是否回头炒呢? 他说策略上是否一定要选择一只去炒上落 例如吉利 还有你又怎样看吉利的价格的走势呢? 谢谢你 那起车股是否回头再炒 那我答应一定是 上星期也记得有观众问过 起车股的走势 或者建议 当时我都说吉利和比亚迪 都是我心目中其中起车股两只手转 某人都等一些会有机会再去买回去 短期走势应该都会继续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最主要是因为除了是一个市场焦点 重新回到起车股的几天 当然是刚才 其实他们本身 起车股公布的一些销售数字 其实呢 吉利和比亚迪 其实都是令到市场是叫做满意 某人的新型汽车有些时间表 比亚迪也都可能有 甚至乎有些其他的不同行业的跨行业合作 在汽车方面 都可以带动回到未来一些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这两只来说 可能基本上 可能会继续领先其他的同意 当然要留意一下 升势都很急 可能上星期再说 可能有点回到的话 可以再考虑 是一个报纸去持有的 如果你被持有的话 如果你已经是持有者 可能要留意 价格回落幅度 可否再考虑再加码 还是看当时的市况如何 刚才因为第一次说 有时市场不离开 可能这个焦点不在 即使你的行业好 可能也有些 反过来 有些自责吐压走的 到时考虑可否再加码 那我们今天的股股推介 也有给阿迪 大家可以看看 对你的买入价的建议